假如完成一个挑战,就能获得五百万,你会选择哪个挑战呢? 第一个挑战是不能玩手机,你必须在两个月内不能使用手机。 不对,那你们还可以用电脑还有用iPad, 那就改成两个月内不用使用任何的电子产品, 只能正常睡觉吃饭上学,我感觉有99%的小伙伴都做不到。 第二个挑战就是把你关进密室一个月, 密室里只有一张床和上厕所用的马桶, 每天都会有人给你送吃的喝的, 还有这个火把每天只有晚上一个小时会点亮, 还有一个小时可以玩手机, 然后其他时间密室里都是黑漆漆的,你会选择这个吗? 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难的,那就是门门功课考满分, 也就是语文数学英语全都得考一百分, 反正我觉得我肯定是完成不了, 小伙伴们你们觉得, 这个你们能挑战成功吗? 所以你们会选择哪一个挑战?